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持住圣寺的老和尚安排他在柴房住下 他十分勤劳 每日天不亮就起来 不用人吩咐自己发心开垦种菜 施肥浇水 他本是庄稼人 这些耕种事物做得头头是道 他还主动去出力挑土台石 帮助修庙 从早做到天黑 从不休息 也从不讲话 别人跟他说话 他都像没听见一样 两年时间转胜过去了 有一天 阿便趁着虚云长老来山上巡视 就拜托在地 扣头不止地向虚云法师请教修行的方法 虚云教了他怎样勤念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 从此 他就自己秉息中原 一心念佛 日夜不停 就是日间种菜除地 也心念佛号不止 宣统元年 虚云老和尚运龙藏打经回山之后 举行传戒 阿便也来求戒出家 那时 他才二十一岁 虚云法师同意了阿便的请求 虚云说 我知道你精勤不泄念佛 一心细念 许多人都不及你 这也是你品质普浊的好处 聪明人往往太聪明 反而被聪明所护 所以不能精勤一心修行 好孩子 你这样很好 不要自卑而生退心 也不要去学人家聪明了 传剧足界之后 虚云赐他法名为巨行 从此 他成为巨行和尚了 巨行剃度改穿僧衣 每日自动操作各种劳役 种菜施肥 挑粪丹 打扫 易如未传戒之时 他专程一心勤念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 也不和任何人讲话 他耳幻重听 一般人都称之为龙子和尚 到了民国四年 他越发的耳聋了 也越发的沉默了 他无论种菜或做工 无时不在心中念佛 谁喊他 他也听不见 虚云有一天唤他来说 巨行 你苦修了四年 境界已不错了 但是见识太少 你现在应该下山去 出外参学 你应该参拜天下明山道场 将来你愿意回来就回来 若另有好机缘 也可随缘行止 巨行谨遵使命 一礼一仗 正像虚云当年一样 踏上了慢慢的潮山之路 民国九年 虚云开始重建云七寺 巨行和尚突然回来了 拜倒在虚云老和尚面前 虚云安排他住在云七寺和圣阴寺两处 他从此就在两寺每日辛勤劳作 举完挖土搬石 筑墙盖房子 种菜 种树 砍树 取柴草 割合打稻谷 梨田 除草 打扫 挑粪 施肥 炊事 劈柴 一切最劳苦的工作 他都主动擒坐 无一分钟闲暇 一无一刻不在心中念佛 一面干活 一面念佛 有时候他替师父或同餐补衣 也是一针一具佛号 到了晚上他就念金刚经 药事经 净土诸经 一字一拜 早晨黎明大钟一响 他总是头一个上殿参加客送 他的精勤苦修真是全似第一 虚云观察着巨型 看着这个又聋又哑 一言不发的沙米 觉得异常欣慰 他知道 这个年轻人的境界 已经十倍百倍于其他的僧人了 修改海绘塔时 虚云在看宫 巨型在挑石块和砌墙 见到虚云老和尚 他突然开口说话了 像个小孩子般天真的说 师父 将来海绘塔盖城 我来守塔好吗 虚云望着巨型 不立即回答 他知道这句话是称语 巨型就要化取了 好吗 师父 好吗 巨型继续追问 虚云心中一酸 泪水几乎毒筐而出 勉强点头说 好吧 谢谢师父 一切随缘啊 不可强求 虚云领主道 是 师父 知道了 然后 虚云 特许巨型 担任这一年春节的尊证 受戒弟子 请巨型开示 巨型说 我半路出家 一字不识 胆知念一句阿弥陀佛而已 虚云点头赞许 心里说 胆知念一句阿弥陀佛 只要都像巨型这样精勤不懈 一句也就足以成就了呀 倘若自是聪明 心念分歧 总念万卷经书 又有何用 想不到 这个孩子 尽竟如此神速 他比谁 都先正正过了 入夜 监院法师点名茶房 发现巨型不在 众僧把全寺找了个遍 却找不到巨型的影子 来到后面菜园 呼气晒屏那边 闪起一阵强烈的白光 一连闪了几次 照耀的全员光明 白光炫目 直冲夜空 大家点了几只火把 赶到晒屏一看 发现巨型和尚 端端正正 何时 敷足而坐 微然不动 眼睛半合 面带微笑 并不理睬 众人 不久 虚云也到了 向众人说 巨型 已经作画了 他自身 喷出三位真火 把自己烧成了灰 刚才你们看见的白光闪闪 就是他的真火之光 众人 不论僧俗 听师父一说 无不经查万分 细看巨型和尚 却仍然是身僻袈裟 呼作面向西方 左手直青 右手直目鱼 面色如生 笑如和蔼 只少了呼吸起伏的动静 虚云说 你们不要走近 恐怕一带生风 震动他全身 灰烬青岛 你们走开些 虚云独自上前 再仔细观看 在火把的照耀下 之间巨型的沐鱼 及其木饼 早已化成了灰烬 庆饼也成了焦炭 但是巨型的全身和袈裟 依然未变 做出的几扎道杆和蒲团 还有僧邪 早就化成了灰烬 巨型 虚云跪下河掌而拜说 恭喜你了 你已经修成破我之 得正大阿罗汉国 以你锐向法身世事 正无声法忍之圆满谈波罗蜜 请受虚云三拜 虚云长老以师尊身份 对徒弟巨型下拜 众人感动的也跟着叩拜 巨型啊 虚云忽然老泪纵横 等夜道 为师好为你欢喜 我还不及你的功行 将来欲求你的境界 也还万无可能啊 虚云拜罢 巨型一退 忽然放出阵阵奇异的放香 众人都闻得到类似檀香的异香 又像仙兰 大家都感动的流泪 各个念佛 省都唐继尧 财政厅长王竹村 水利局长张卓仙 次日文报都赶来了 昆明日报圣记者也跟来了 还有各大员的家属 社会贤打 昆明的佛教徒资宿 全都来参拜了 真是轰动了整个昆明 数万人落意登山来拜 个个感动 人人称奇 昆明日报 刊出了头条大新闻和照片 轰动了整个云南 谁说没有佛法呢 谁说修不成佛菩萨呢 人人都说 看 巨型上人 不就是最好的佛法证据吗 这也奇怪 唐继尧说 若说巨型是取稻草自焚 却又怎会把全身烧成了灰 也不讨下 又怎会仍然保持原来的形貌呢 袈裟又怎能丝毫无损呢 分明这不是反火烧成的了 旭云说 巨型法师是由内心发出三昧真火 把肉身焚化 才有如此瑞相奇迹 唐继尧尧说 奇迹极了 庆余的饼都已成了焦炭啊 师父 他的全身果然都是灰吗 俊说 是的 就像巨型筑败 巨型 你的功德圆满了 请让我们送你入海会塔吧 虚云伸出手 小心地取下巨型手中的小庆 又祝道 巨型啊 巨型 密行公园 一庆留音 为师为你激庆三生 你放心息去吧 虚云轻敲残庆 清脆的庆声三响才过 突然的巨型的全身震动 化作灰烬而瞬间倾倒 虚云轻敲 虚云跪下 合掌而拜 唐济瑶与僧俗观众几千人 都跟着跪下叩拜 阿弥陀佛 人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阿弥陀佛 虚云 早已老泪纵横 他已分不清 那是悲伤 还是欢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